接获民众救援通报后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大队长 来到高雄市林园区 海前路一束铁工厂附近 进行紧急救援任务 这附近捕售脚狗蛮多的 这只应该是已经算第三职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需要 彻底的去了解一下 找找看 这一次去夹他两只脚了 动物救援小组志工团队 仔细搜寻过铁工厂的每个角落 总算发现这只遭捕售甲 紧扣脚长的小黑狗 狗狗走起路来一搏一搏的 伤口肿胀发炎相当严重 你看他这整个脚长都肿到上面来了 整个脚都 他被夹到这边 但是这边整个的肿胀可能都发炎 发到这边来了 他截至搞不好可能不是截下面 上面这都要截掉 这可能都坏死到上面来了 在现场 动物救援小组大队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为狗狗解开脚上的不受夹 可怜的小黑狗 伤口已经溃烂发臭 动物救援小组志工团队 立刻将狗狗送往动物医院 接受紧急治疗 一抵达动物医院 医生赶紧将小黑狗 抱到手术台上清洁伤口 并进行评估 就可以怕说如果感染 整个不爱血症 可能这个要截肢 因为现在这边肿起来了 那这边已经都肿起来了 你切这里这个才是发炎 伤口进行截肢处理后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照顾 小黑狗虽然只剩下三条腿 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它活泼亲人的个性 依然快乐地奔跑着 并且在动物救援小组志工的安排之下 小黑狗已经顺利飞往美国洛杉矶的新家 重新展开美好的生活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采访团队 高雄综合报导